不是为了开显自信清静心 跟着五祖大师学习禅法 没有利益 现身当中没有利益 当然这个在第八世呢 种下这个善好的种子 种下这个佛火的种子 未来是有利益 现在当下没有利益 什么道理呢 不是本性 当时候呢 就会争夺一波 争夺一波 大摩祖师呢 讲这一波传给初祖 初祖传给二祖 传到五祖 五祖要传啊 传给第六祖啊 他们就要争夺一波了 不是本性 就会争夺一波 学法呢 学到最后呢 变成在争夺 佛法中呢 是无真 与人无真 与世无真 为什么无真呢 深信 因缘果报 都是因缘果报啊 过去世没有善因 争也争不到啊 所以呢 所以呢 深信 因缘果报 与人无真 与世无真 注重呢 自己好好的修词 好好的修因啊 好好的持戒 修这个因 将来就赶果 赶到这个善好 可爱的果报 所以呢 佛法中无真 深信 因缘果报的缘故 真与圣道相为 跟佛法相为啊 违背自信 清净心 我们的真心呢 本来是清净的 我们本来的自信 是很清净的 真呢 就染污了自信 清净心 所以呢 不是本心 学法 无意 五主传法 以及一波呢 给六主 向这个南方而去 这个一波呢 往南方而去了啊 五主门下来 这些学禅法的 的人啊 就有这个数百位 好几百位 好几百位的僧人 追赶这个六主 费能大师 追赶他 本来在 或中修学禅法 修学禅定啊 现在变成呢 追赶一波 要呢 以身力夺 以身力来夺回一波 完全不认识的 完全不认识本有的自信 清净心 不能 不能认识 这样的行为 已经染污了本具的自信 清净心 已经染污清净心了 他还不知道 故五主曰 不是本心 学法无益 不能认识 我们呢 是要开显本具的自信 清净心 不是本心啊 学习禅法呢 跟着五主呢 学习禅法呢 没有利益啊 视信达本 视心 认识自己本具的自信 清净心 常住真心 达本 达位通达 本者根本 心之根本 心之根本 自信达本嘛 从前面呢 冠下来 心之根本 就是 本源心地 我们幻网经说呢 本源心地啊 幻网经 菩萨 心地 借品 倦相 我们常常诵戒的借本啊 倦相 这里说到呢 一切众生 一切众生 只有佛性 乃至 是一切众生 借本源自信 清净 本源自信 清净啊 我们的本源心地 是清净的 世心达本 跟前面呢 可以连贯啊 可以贯通 偶一大师 解释这个 泛网经 泛网经 玄义 偶主呢 在第三重 五重玄义啊 第三重 明中 这一科 解释 解释说 这个泛网经 云 一切众生 皆有 佛性 此佛性 即是诸佛 本源心地 这个佛性呢 就是诸佛的 本源心地啊 也就是 我们的 本源心地啊 我们的 本心啊 以此 不生 不灭的 佛性 作为 根本 修音 然后 原成 果地的 修正 原成 果地呢 修音 正果 所以呢 佛言 慈亲 出家 佛陀说呢 慈别 双亲 出家 学到 要 慈心 达本源 认识 自信 清静心 体达 根本的源头 认识 通达 一切 众生 皆有 佛性 都有 当来 成佛之性 就是诸佛 菩萨 本源心地 一切 众生 的 本源心地 都有佛性嘛 都有当来 成佛之性 认识 这一点 以 诸佛本源心地 一切众生 不生 不灭的 常住 佛性 作为 根本 修音 要修 这个 慈戒之音 要修 善法 音 要修 这个 三聚 境界 为音 然后 圆满 成就 果地 的 修正 世心 达本源 解 无为法 解了 无为之法 无为法 不是说 我们 受戒之后 什么事 都不要做 无为 无所作为 持宝 就 睡觉 这不是 无为法 解了 不生 不灭 无所作 无所为之法 什么是 无为法呢 大致 都论 卷三十一 无为法 明 无 因缘 长 不生 不灭 如虚空 说呢 无为法 明 无因缘 常 无所作 无所为 之法 我们 生 无所作 无所为 口呢 无所作 无所为 意呢 无所作 无所为 无所作 无所作为 之法 叫做 没有 因缘 何合 常 住 之法 因缘 何合 就是有 为法 没有 因缘 何合 就是 无 为法 无所作 无所作 无所为 有如虚空 卷五十一 佛说 离有为 无为法 不可得 有为法 实相 即是 无为法 卷五十一 呢 论中呢 引到 佛陀说 佛说 离有为 无为法 不可得 佛陀说呢 离开 有为法 无为法 也不可得 很明白啊 离开 有为法 无为法 也不可得 有为法 实相 即是 无为法 有为法 的真实相 就是 无为法 那什么 是实相 何为 实相 大致的论 卷九十九 诸法 实相 所谓 信空 无所得 空等 诸法 真实相 就是 所谓的 信空 自信空 无所得 空等 这是 诸法 实相 实相 就是 空性 信空 有为 实相 即是 无为法 有为法 因缘 因缘 合 生 因缘 离善 灭 无 自信 故 空 所以 有为法 的真实相 自信空 当下 就是 无 为法 事故 一者不止我能持戒 二者不止所乎有情 三者不着戒及戒果 四为菩萨受持戒时三轮清净 这个三轮清净就是物为法 若菩萨受持戒时 花菩提心求无上佛道的菩萨 受持菩萨戒法时三轮清净 也称作三轮体空 一者不止我能持戒 第一轮 不执着我 不执着有我了 不执着我能够持戒 二者不止所乎有情 第二轮 不执着持戒所互念的友情 三者不着戒及戒果 第三轮 不取着戒 以及以持戒所得可爱的果报 不着戒及戒果 四为菩萨受持戒时三轮清净 这是有违法的真实像 这就是有违法的真实像 三轮清净 三轮体空 都无所得 名为无所得空 就是戒了无违法 离开有违法 无违法也不可得 有违法的真实像 有违法的真实像 原生圆灭 自信空 当下就是无违法 持戒是如此 不失忍入禅定 精进波罗 亦复如是 广在大波罗 波罗密多经 卷75 修六度万恨 但能三轮清净 三轮体空 就是戒了无违法 明月沙门 沙门是泛鱼 此方欢为勤洗 勤行众善 子息诸恶 通常都说呢 勤修戒定慧 洗灭贪嗔痴 明月沙门 佛言 持去亲情恩爱 持去父母亲 出嫁学道 认识自信清静心 体达本源心地 一切众生皆有佛性 都有当来成佛之性 能够在佛法门中 好好的修持 截了无违之法 子息诸恶 子息诸恶 勤修众善 三轮清净 就是致敬其意 三轮体空 叫做沙门 叫做沙门世子 勤习的意思 明月沙门 常行 二百五十戒 二百五十戒呢 是比丘 所受持的 五篇戒法 有五篇呢 五篇轻重的戒法 合计是两百五十条戒 四分律 比丘戒本 谭摩德布呢 有二百五十条戒 汉民族 我们呢 中华这个地方 出家之人 受比丘戒之援 受比丘戒的因缘 的开始 四分律 行事超级 卷十五 月二十七 曹魏之初 身徒极慎 魏禀归界 执以简若书俗 或有中天族身 谭摩加罗 送诸布匹尼 以魏家平年至洛阳 立戒摩受罚等 曹魏之初 曹魏之初 曹是帝王的姓 魏呢 是国号 曹魏之初 这是曹魏初年 身徒 身徒极慎 魏禀归界 佛门出家为身 之人 很多 即为兴胜 还未禀受三规 乃至居足界 只以简若书俗 只是呢 以简若虚法 剔除虚法呢 表示不同于俗人 或有中天族身 谭摩加罗 送诸布匹尼 后来有中印度的出家人 中印度的出家人 叫做谭摩加罗 他呢 送诸布律障 不容易哦 送诸布律障 以魏家平年至洛阳 在曹魏家平年间 到达洛阳这个地方 立结魔受法 他建立大比丘僧 结魔受戒之法等 所用的就是四分律 谭摩德部受比丘戒 结魔纹 当时候呢 最初受比丘戒的时候呢 就是采用 运用这个四分律 受比丘戒的结魔纹 从这个方向来思维 五部戒律中 最初翻译 四十二章经的时候呢 就是采用 四分律比丘戒本 两百五十条戒为主 依四分律 结魔法受聚逐戒 就依四分律 作为判定 持犯轻重的根本 谁顺原本受戒 所纳受的比丘戒题 受谁相应 所以沙门试词 在这里呢 恒常奉行比丘 二百五十条戒 禁止清静 南无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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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佛教慈悲智业基金会 以宣扬佛陀正法 培育优秀身材 积极社会公益为职制 二十多年来 借由各项法务 推广宣扬佛法慈悲智慧 如全省各中心的成立 让信众有学习佛法的道场 实践了弘扬佛法教育的功能性 尤其印证佛经法宝结缘 让大众接触佛法 明白因果业报观念 才能断额修缮 改善命运 所有的方便法门 都是为了引导现代人 认识佛教 学习佛法 才能离苦得乐 这是慈悲智业的 长期以来的使命 为了护持佛法永续 第一 更多众生 佛教慈悲智业基金会 邀您继续护持 共同推动慈悲智业的各项会晤 让佛法甘露 骗洒各地 润则群生 护持邮局话博账号 5044-4468 5044-4468 护名 财团法人 佛教慈悲智业基金会 佛教慈悲智业基金会 总管理处 地址 宜兰县三星乡三星路尔段 20号 电话 03-989-9319 03-989-9319 传真 03-989-8787 03-989-8787 佛教慈悲智业基金会 台南分会 开设台球课程 日期1月20日 星期六 时间下午2点开始 联络电话 06-271-6616 06-271-6616 或 06-271-6612 06-271-6612 地点 台南市 永康区 永大陆二段 345号 敬邀菩萨参与讯息 同瞻法义 共募福恩 请事先报名 以立老师准备教材 佛教慈悲智业 宜兰大碑观音道场 举办岁末祈福神舟忠明 护法供养 即消灾超建法会 日期1月26日 星期五 上午10点开始 护法供养仪轨 佛前大共 恭请湛江法师 赞同法师 共同主法 中午12点 岁末感恩 联谊参会 请预先报名 下午13点半开始 奖金 在家律学塑药 送阿弥陀金 蒙山诗石 消灾超建回向 地点 宜兰大碑观音道场 宜兰县三星乡 三星路二段20号 电话03989 9319 03989 9319 宜兰大碑观音道场 宜兰大碑观音道 要持守的三昧耶 与三昧耶的持守之间的分界线是什么 上诗答道 要持守的三昧耶是根本与分支等等 三昧耶的持守是守护你的身与意 以免损害三昧耶 当你将这点应用到你的相续而体验时 要持守的三昧耶 及此持守的本身 所有身与意的根本 以及四个主要分支 无非都是你自心的相续本质 了悟此意完美无瑕的心 即称作了悟三昧耶的要诀 我这位心意薄弱的错家女 以恭敬的身与意 请求化身上师莲花生 因而领受到这个教研 是为要诀 我为后世人写下手稿 由于传物的实际味道 我将其封为福藏 愿具有业缘的溯源者 能得遇 并净除其遮障 而获得持名位 这是我在兔年夏季 第三个月 第二十五日 于金珠松岭 所写下的要诀窍言 托付的封印教法 联师开示 保平灌顶之意义与功德 圆满正等正觉者的 一切教研有三类 方便意 秘密意 究竟意 在这些之中 方便意的用意 在以上巧的方式 引导感知有物的 有情众生 往上三道 秘密意 是菩萨运用其巧制 为方便 而令众生 从轮回的痛苦中解脱 旧境意 有三种渐进的阶段 中观的见地 是下乘一切教法的果实 没有任何焦点重心 而是安住于无有限度的状态 经部追随者 所称的无概念作意 是安住在离于能知 所知的状态 到这一点为止 除了仅有的符号 或指示之外 并无真正的灌顶赐语 宝瓶灌顶 是根据密咒称的 所有蓄点而授予的 以空性见地为果 这能清净业障 此外 领受宝瓶灌顶 能开启行者 步入密咒称内部的大门 密咒称内部 就是透过言词 所指出的五字 因此 宝瓶灌顶 是象征性的灌顶 这个宝瓶灌顶 是最一开始的灌顶 能够进除烦恼障 并开启圣声叫法的大门 且在接受灌顶之后 能够观修本尊 以及修持仪轨 它的果 是能够掌控 属于情气世间的一切 摘自松林宝藏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和你在一起 佛法之旅 生命电视 和你在一起 哈喽 哈喽 接下来请收看 菩提系列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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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大德 今天我们再继续来进行我们要介绍的天台九组传 《智者大师》 《智者大师》的著作里面 那我们也可以就是从古论经 虽然《智者大师》也是五百多年 西元五百多年的人 可以说距离这里是一千五百年前 将近一千五百年 一千四百多年到一千五百年 那这样子的一位古人 或者是乃至以佛陀更远 两千五百年前 他们所说的道理 我们现在还是一样要修 因为佛陀跟地带祖师大德 所要产发的 也都是人的生命的本质最重要的部分 也就是让我们能够了解说 生命的这些的现象是怎么样 我们的人到底是 他的内涵是什么 所以在佛陀的时候 就已经有 当时的印度的婆罗门教 还有六师外道 他们对于这个世间道理 其实他们都不相信说有因果 他们也不觉得说 人应该要特别去做什么 他们有的也乃至说 这一切都是自然的 那这一些都是邪说 都是外道 所以佛陀在当时 就算是一位觉者 能够称作觉者 也就是对这个世间的真相 是如实了解 是这样 可是我们要去真正去了解这样的实相 也不容易 所以我们至少要先有信心 就是原来我们从道理去了解也这么重要 从道理了解 然后我们因为有习性 我们的习惯 我们自己的这一些的 好像所秉持的这一些的习性 他就好像不是那么习惯说 我们要依照这个正法去怎么修就能够怎么修 所以我们在这个过程里面 就是要靠一个信念 然后有一种 好像我们始终都要这么去做 所以他要有一个精进 就是能够不退 不间断 那至少我们都有这样子的一个理想 带领着我们向前 那刚刚说的念 也就是说正念 也就是我们随时随地提醒自己 随时随地提醒自己 那这个正念就是说 我怎么样能够把我的念头 能够集中在当下 当下的现前 我在做什么 我的心中没有忘念 那一直提醒自己 慢慢的我的心就能够趋于安定 那就能够真的有一个深入的观察力 不然的话呢 我们对这个世间 没有这种真理的信心的追求的话 那我们真的就是 就是叫做随波逐流 因为一般的人还是 都是对于我们言而彼时生意的外境 就是会被迷惑 所以我们就是会追求外在的这些的这种享乐 那当然 我们在看到的主师大德的这些的修行 它是完全就是向道 就是我们说 就是以修行为主 那在我们说时代的演变 那现在的这个佛法的作用 我们也还是一样要掌握这样的核心 只是说因为 我们更多的这一些的方便法门 也能够了解说 有的众生 还有我们自己像 就是不同的根基的凡夫 那我们可能要用哪一个方法 能够进入 也不一定说 每一个都像主师大德这样子 一下子就能够进入到深的层次 所以我们就是有一些方便法门 像现在 现代我们也有透过这个艺术 或者是音乐 那能够让 好像众生对佛法会觉得说 这一听好庄严 那他有一种感动 然后慢慢的再从这个意理去了解 那在一个 就是时间放长一点 然后他吸收的 这种好像层面 也更加的广泛一点 所以这些都是现代的 这些的方便法门 所以我们从主师大德 是古代的 那我们掌握核心 那我们也对照一下现代 所以在谈到智者大师 这样的一位天台的主师 我们是非常的感动 因为他这样子的一种切实的修行 而且在他的当时来说 其实他也已经是有一种时代性 因为他能够把佛陀的教化整理了以后 他就是按照不同的层次把它 就是做成不同的这种架构 所以我们刚刚谈的就是以四部指观来说 他的摩指观是最高 可是他的基础要从小指观 那小指观里面又从生活起居的调配 然后慢慢引导 我们也要对这个世间跟出世间 还有真正的佛的境界 我们用这种意理的这种三分别 所以说要好好的思维 然后我们就可以进入正修行 所以在小指观里面的第六章 他就开始能够正修行的时候 就是我们能够观察我们的心 这些的这种状况 他其实都不是真的 就是我们的这些的妄念 我们的这些念头 那实际上都是要能够观察他的实质 都是虚妄的 那这样的时候就符合指 所以能够从指 然后观察就是观 也就是观察这些诸法的这种实相 然后从空 就是能够看到说 我们有实质的现象的也是本性是空 那我们的心念也是空 那这样的时候呢 它是破我们的执着 所以从空先打破我们 这是凡夫的这种执着 那这个很大的力量 因为我们如果没有听过这个道理的时候 我们只存在于我们的这种 好像五根 就是眼耳鼻舌身意的前面 就是看得到听得到 闻得到 或者是我们吃得到 或者是我们身体感触得到的这个对境 那我们就活在一个假象里面 那可是我们今天听到说 其实这些都是本性都是空极的 因为它就敲我们的头脑来想 就想说 这为什么是空呢 明明我看的是实在 那我们就要知道说 我们看的对象 其实它也在变 所以这个叫做 它是空的 就是因为它会一直变一直变 然后呢 就是会坏 然后呢 到最后就是真的也没了 是空啊 只是因为我们没有把这个长时间的变化呢 拉短一点 所以这个道理呢 就让我们去 从好像长的时间的演变 我们就把它缩小一点来看 真的 那我们自己也是这样 沉住坏空啊 那有什么好执着的呢 那我们的信念也是刹那刹那在变 刹那刹那在变 那我们呢 就不要执着说 我的念头 我们把它放下 放下的时候呢 我们就另外就有一个境界 就觉得说 好像我们没有去执着这一些外向 或者是我的念头 那这个时候呢 整个心啊 好像急静下来 那自然也没有烦恼 所以这样子呢 就是引导我们慢慢慢慢起冠 从理 然后起这个冠 然后就好像自己本身啊 进入到这个安定的状态里面啊 那就是去除我们的妄念 所以就达到空啊 那从空他还要讲 有 就是假 也就是说 虽然我们知道 这个所有的现象 不只是外在的 有物质的是空 那我们的心念也是空 可是他有刹那刹那 存在的事实 那他就叫假有 所以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是 要从 这样的假有呢 来看到 一切存在的现象 所以呢 我们也能够了解说 为什么我们众生会苦啊 因为我们就是执这个假有为实有 实际不变的 对不对 所以呢 有什么变化 我们就开始难过了 所以 从这样子的观察 慢慢的我们就会发现说 那这些呢 也就是我们众生的执着 因为我们不明示离 所以这样的时候呢 慢慢就开发这个慈悲心 所以 在谈有 假有的时候呢 也就是从慈悲心来 来启发的 也就是 菩萨为什么还要去度化众生呢 也就是在了解众生 也真的都是假有 也有有的存在的事实 不然的话 菩萨他已经进入空的境界啊 他可以说 那这些众生都是假的啦 不用去度他啊 可是众生就执着有啊 所以众生还在苦啊 所以菩萨就要去度这个 本来不是实有的 假有的众生 是这样啊 所以真的是有存在啊 所以地狱也有啊 也就是因为有执着的 造恶的众生 那他也要去受这个恶业 所以菩萨也要去度化 所以菩萨为什么可以 入到这样子苦的地狱 去度众生呢 也就是因为他的心 他本身也能够了解 一切都是空性的 所以他才能够入地狱 去度众生啊 而不以为苦 是不是 所以我们从这个 就是说这个止冠啊 他能够会合说 那我们学佛的这样的一个境界 那我们才会知道说 那我们还是需要去 有这样的认识 从文字剥落 至少道理了解 然后呢 我们能够修到什么程度啊 那我们也是要勉励自己 能够从修而得正 是这样子 那最后是 智者大师的这个小止冠啊 他强调的三冠里面呢 就是空 假 还有中 那中就是中冠 也就是说 那我们呢 好不容易啊 能够打破我们众生的执着 入空冠啊 然后还要起慈悲心啊 去看待一切存在的这种 假有啊 而能够呢 起积极的度化的作用 那可是呢 如果我们执着说 众生有可度 那我们又偏于这个假有 所以连这个假有也要放下 所以说不偏空也不偏有啊 那当下 就是有需要破的 那我们不执着 那有需要去承认 它实际的存在的 那它是假有 所以就变成说 这个中的这种 它变成是 好像空跟这个有啊 都没有执着 所以这个中也并不是说 站在这个中间 而是说 它心里呢 它是兼具有 这个空性 然后又能够有慈悲的 假有观 然后两边又不执着 这样子的境界叫做中 就不是说 我们站在中间 不要靠边站这样 不是这样 而是说 它的境界已经超越了 这个空跟有 而且呢 没有偏也没有执着 是这样 所以 这个是智者大师的慈悲啊 它在小指观里面呢 它就呈现了这样子的空甲中三观 那所以这个部分呢 这个部分呢就跟我们 就是中国的天台主持第一位我们介绍 慧文禅师的时候啊 就已经谈到说 这个慧文禅师呢 它因为读这个大智度论 那么它就已经悟到了说 有这个存在的空甲中三地 那我们呢就要依照这样子的真理 这个地就是真理的意思啊 也就是存在的这个真理 我们看到的空性 空性才是真理 那看到它有假有存在的 那这个也是真理 那我们的心 能够按照这样子的道理去修的时候啊 那我们就是七观 所以从三地而能够建立三观 那就能够正到这个空甲中三智 所以从三地起三观 然后三观修成就是正到三智 三种智有空智 就是空的智慧 还有这个假有的智慧 能够菩提心 慈悲心 那又能够超越 那就是中 那在小指观这样子的一个内容 它就跟这个摸摸指观来对照的时候 它又叫做摸摸就是大 那这个大的意思呢 也就是智耳大师在摸摸指观里面 就是我们刚刚说 它又超越了空甲中 而用圆顿的 也就是说这三观都在一心中得 就是我们的心 所以它就以观不思意境 所以在摸摸指观里面的指观 它就强调要能够修十秤观法 就是更加的一个深入的这种惨发 我们要修这个新的观法 就分得更细 就是我们要层层的来对破我们 就是众生可能面对的 我们都有的烦恼境 那我们有贪生之烦恼 还有呢 我们有生病的时候也会有障的境界 那也有这些魔障 也有这些禅定 就是我们如果有一个 这个好像自己的禅定的这种修学 我们也把它执着了 那或者是我们的任何的 就是学习的这些毅理 那如果我们不通 或者是执着某一个层面 那也是障碍 那乃至呢 就是我慢 就是或者是我们正道恶秤 或者是正道菩萨 这些也都有可能造成障碍 那智者大师在摸摸指观 实际上他也没有说 按照他本来的铺牌讲完 他就是讲到这个第七章 就是就这个朱见镜就没有讲 所以这个部分 主要是我们大略了解一下 就是说从小指观 摸摸指观 那另外我们说四禅婆罗蜜 就是把整个的禅定呢 做一个整体的简介 有次第的 那另外还有一部就是六庙门 也就是强调 我们从禅定的这种基础 就是从六庙法门来修 就是从属习 然后能够从一属二随就是随随 三直四贯然后五环六静 清静的静 那从呼吸的掌握 如果我们从属呼吸说一路一出 那我们数个一 然后没有任何的妄念 再继续持续的念二 就是能够数 就是一二 然后呢最多就是到十 那如果中间有妄念 又要从头开始数 那能够从一数到十 都没有妄念的时候 就叫做安波 就是我们的心 就有一个基础的一个定的程度了 那用这样子的一个次第 就是让我们从有数 就是有树木的 然后放弃树木 然后进入子 就是心呢就也不数了 也不随了 就没有呼吸的对象了 就安于这个子 然后呢来观察 那这个时候的观察呢 可能观察我们的心念的起 灭或者是观察我们的四大甲合 那再来呢就是环 也就是连观都不做 这样的作用 然后在静 清静呢 就是能够回归到我们 能够起贯的这个心 它本质是清静的 是这样的 所以六庙门呢 在这个智耳大师的铺牌 里面也是有十章 可是我们一般呢 能够就是掌握来起修的 也就是用四地六庙门 那我们从这个四部指观里面 就是简单的这样子介绍呢 也主要的就是把智者大师 在生平的介绍以外 那我们也对他的著作 就是有教 有观呢 也大略的这样子的一个介绍 那不然好像在 称为天台中的主师里面 我们就是对于他的教义 就好像也没有一点点的认识 就不知道说天台中他的特色是什么 因为我们从前面介绍的 除了龙树菩萨是印度的主师以外 那从慧文禅师就是中国的主师了 因为他是读龙树菩萨的大智多论 所以这样连结上去了 那从慧文禅师开始 我们就说有这样三观的开始 然后从慧师禅师 然后到智者大师 他又扩大 就是能够把法伐经 落实在一个义理的教法跟教学 这样的整合 然后搭配只观的这样的一种实修 所以就成为天台中 叫做天台的教官并重这样的特色 成立出来了 所以一般也大部分以智者大师为主师 就是创中了 可是在智者大师 他自己本身也没有说 我创这个宗派 而是后代的弟子们 就是尊称智者大师 因为这样子的发展下来 也确实是智者大师建立了天台中的 教义跟实修的这样的一个规模 所以我们介绍的智者大师之后 接着我们要介绍的就是 第五代的祖师 就是从龙树菩萨 慧文禅师 慧师禅师 智者大师 接着就是张安灌顶大师 那大部分的后来的祖师呢 也都是研习 承传的智耳大师 所著作的这一些的内容 来加以解释 发挥 那所以就成为是天台中的 这样的 他的一宗 他的教法 跟修行的传承 火车 沪辞中华国际诗实协会 邮政华波 沪名社团法人 中华国际诗实协会 华波帐号 50396819 50396819 银行账号 银行账号 土地银行 005 账号 012 001 205 666 012-001-205-666 僧众斋食 素食银行 慈悲便当 烟供香 粉 药供包 香 若是关怀 不食动物 昨日星期五 上午十点开始 护法供养仪轨 佛钱大贡 恭请赞江法师 赞同法师 共同煮法 中午十二点 岁末感恩联谊餐会 请预先报名 下午十三点半开始 奖金 在家律学塑药 送阿弥陀经 蒙山诗石 消灾超见回向 地点 宜兰大碑观音道场 宜兰县三星乡三星路二段二十号 电话03-989-9319 03-989-9319 宜兰大碑观音道场 佛教慈悲置业基金会 台南分会成真护身员义工 工作时间每月第四个星期日 工作内容 除草 打扫环境 洽询电话 06-2716-616或 06-2716-612 洽询地点 台南市 永康区 永大路二段三百四十五号 静邀菩萨参与讯息 同瞻法医 共睦福恩 配合防疫措施 参加共修 敬请佩戴口罩 量体温 停 有洗止按住的意思 停心 是置心于法 以停止信念忘起烦恼 产生修行障碍 五庭心观 即是指 从心地调伏五类烦恼障的五种观修法门 也称为 五庭心助道法 一 贪欲以不进观对质 方法是观察一切更生气界的误会不进 以停止贪欲 二 称慧以慈悲观对质 观察一切众生 接受生老病死 烦恼无尽的痛苦 以停止称慧 三 愚痴以因缘观对质 使观察一草一目 人事环节 皆由因果 辗转相生 认清生生灭灭的真相 以破除于痴 开启智慧 四 多障以念佛观对质 障 是由恶业所聚集 有能观察佛身向好 功德庄严 转障碍为悼念 转逆缘为善缘 即有助于停止障碍善道的恶业障 五 散乱已属习观对质 观察呼吸出入之相 每一出入 结案属一致实 收射七年 以停止散乱 五 停心观 有助于止息散乱等五种修行的障碍 使他们不再有升起的地方 一般将其视为修订的初步法门